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梁文傑遭到了社局 因為有人就跟拍他 跟拍至少半年左右 還有柯郭沛明天會宣布嗎 以及徐春英他就打臉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說他是海選 徐春英說我不是海選 是你們叫我出來選的 來金曝11月6號 金曝11月6號我們首先來講到的 就是梁文傑的招待所事件 為什麼說被社局先三風暴 第一個呢 我們要看到的 大家說誰配誰 可以篤定的是賴蕭配 柯郭配我覺得是很難 應該是郭台銘有指定一個副總統的人選 來跟柯文哲合作 第二個就是梁文傑招待所的事件 第三個我們要看到的 就是真的會用核子彈 所謂的戰術核武來炸加薩 戰術核武就是比較小的 就是我只炸這個地方的 但我覺得這個很難啊 如果這樣子整個整個 你如果這樣子有核彈的 就是有以色列有伊朗 我跟你講伊朗也會有動作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呢 先講這個可不可能柯郭配 因為邱毅爆出來說 柯郭配兩三天之內就會宣布 那柯文哲接人在高雄的美農 他說郭台銘只是希望台灣可以更好了 他沒有說一定要站什麼位置 但是柯郭配他說 哎呦我自己怎麼不知道 可是呢柯文哲在四日的時候就說 朱立倫兩個方案把你爸當校尾 那黃珊珊呢在三號晚上的時候就有說 柯文哲在這個禮拜 也就是11月8號到10號要跟副手來拍照 我特別去求證了一下這個民眾黨的高層 他們說現在他們也不太知道是誰 但是就是不好講 不能說一定要拍也不能說一定不拍 但是我覺得呢11月的時候呢8號到10號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這個賴蕭配 因為賴清德現在穩扎穩打 他不但要領先他要突破40% 他認為才會穩定的當選 獨家內容是蕭美琴要接副手已經拍板 賴清德今天10點50分 他接見中華民國陽福同業總會 並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他都是說要等到11月20號 不分區的名單送出去之後才能夠確定 然後再來講賴清德打這個非戰牌 因為他昨天在網路節目下班和你聊當中說 如果他當總統兩岸發生的戰爭的機率 是三個人當中最低的 好那既然講到這裡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這一次梁文傑到招待所當中被拍的部分 他是硬朋友之邀 但是我真的覺得硬朋友之邀是一件事 像我啦我沒有要選舉 假如有人要吃飯 我都會說不好意思 請問在哪裡 請問誰會去 請問主題是什麼 然後最後我都會說對不起我工作很忙 而且我吃了東西又會胖 那我乾脆不要去好了 因為呢記不記得孫悅孫叔叔說的 深夜問題多早點回家比較好 你可以看到呢這個是爆出來不是只有一個 先是民眾黨的陳婉惠 他呢在5號的時候 5號昨天晚上8點16分就說爆出來 梁文傑在今年新潮流高層飲酒趴抽加熱煙 結果呢在這當中喔他就說這不是什麼飲酒趴 然後他的確有抽加熱煙他願意被罰 今天衛福部也說會罰 按照規定來罰多少錢就罰多少錢嘛 可是這個是在什麼時候爆出來 這個事情喔是在5月的事情喔 5月喔不是現在喔 然後徐曉欣在三個小時之後呢 就是11點08分又說我這裡還有四張照片 這怎麼回事 就說梁文傑在10月27號去招待所 負責人疑似是88會館的嫌犯 鍾辛華 數fficiency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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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劄 數量 э